CBA季后赛首轮正式打响 广州队成为最大一匹黑马 实现以下克上成功完成逆袭 根据CBA赛程的安排 今年季后赛前两轮采取的是三局两胜之 因此在季后赛激烈的比拼中 能赢下一场显得更加重要 在季后赛首轮对战中 广州队将挑战实力强劲的山东队 首场比赛山东队全队手感冰凉 全场三分球32中7 命中率不到22% 惨淡的命中率让山东队吞下败气 王涵指导在第二场比赛中及时做出调整 封线上用流贯层替下乔温汉 同时早早地将外援本麦克勒摩尔放进轮转 可这样的辩证依旧无法改变球队低迷的状态 在第二场的较量中 山东队全场投篮命中率仅为37.7% 三分球36中8 这样的命中率球队是无法获胜的 最终广州队89比80立刻山东 成为第一支晋级下一轮比赛的球队 而广州队的崔永熙还是发挥最出色的那位 全场比赛崔永熙出展44分钟 砍下17分15个篮板 尤其是在防守端成功限制了外援 麦克勒摩尔 这样的表现让球迷为之疯狂 而崔永熙的年龄仅仅才19岁 19岁的年龄就能拥有如此出色的表现 这让所有人在崔永熙身上看到了更多的希望 CBN首轮季后赛正在憨战 实力强劲的上海南篮在赋于江苏南篮后 引起了球迷强烈的不满 李春江下课的呼声更是高涨 就在比赛开始前突然传出一则消息 刚刚加冕常规赛MVP的王哲林 因腰伤将缺席 这也无疑对上海南篮是个沉重的打击 与此同时 球队教练李春江对首发名单进行了大面积的调整 将李正清 陈旺凡与严鹏飞放入首发 外援也用奥布莱恩特剔下梅路 经过此番调整后 原来的首发五虎一换四人 在季后赛关键的对决中做出如此大的调整 也是引起了大家的质疑 由于在常规赛收官战中 上海主力外员布莱德索出手打人 因而被禁赛四场 李春江此次大规模换人的用意 主要是想拖延比赛场次 尽早的让布莱德索回归到球队 同时也是想让有着腰伤的王哲林 能够得到更多的时间去恢复 毕竟同时拥有王哲林和布莱德索 这两名汉将的上海队 才能真正发挥出自己的实力 可比赛的实力还是引起了上海球迷的不满 赛后有新闻爆料称 上海球迷围堵在球馆门口 高喊李春江下课退票 情绪十分激动 因此本赛季上海难来能走多远 很可能直接会影响到李春江的率位 杨明做梦也不会想到 规划卡尔·安德森这一事会进展得如此之快 昨日胡人主场迎战斯林郎 双方将通过本场附加赛 来争夺季后赛的名额 赛前斯林郎首发球员凯尔·安德森 在场边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高调宣称自己的根就在中国 其实安德森的增外祖父是纯正的中国人 安德森也曾在2018年回到中国认祖归宗 他的中文名李凯尔出现在了他们的理性祖谱中 李凯尔在唐道之前的中国之旅 也是兴奋的表示 此旅途对其意义非凡 让其找到了自己的根在哪里有多深 如果李凯尔能被成功规划 那么他将代表中国南蓝参加 今年8月25日开始的南蓝世界杯 这无疑会大大提升中国南蓝的竞争实力 可目前规划问题还没有板上钉钉 因为李凯尔在采访中还透露 在结束本赛季NBA的征途后 再会去和自己的家人和经纪人来共同探讨 加入中国南蓝 大家停这一事 李凯尔如此回应 也是一名职业球员应该做到的 希望在姚明对规划球员是开放态度的政策下 李凯尔最终能顺利的加入中国南蓝 与中国南蓝共闯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